鍾樹根源 我看文件第11段 我都覺得不知所謂 你又說時機未成熟 什麼叫成熟呢 如果別人附近的城市 國內的城市已經被我們先進 那些經濟的誘因會影響效度 如果別人天葬偉鷹的時候 會影響效度呢 我覺得這個主要的問題 就是你宣傳的問題 根本我們在這方面 都沒有去用力 用心去做好宣傳教育市民 這個綠色殯葬的好處 事實上你就算 現在土葬他們 有時候去拜山 見到有些舊的墳墓 都沒有人拜 變成荒寵了 就是你這些 一代有人拜 兩代有人拜 第三代都沒有人拜 大部分 那這些應該要宣傳好 而且未來都有 數以百萬計都需要這些服務 那些市民 那如果是我 我寧願選樹葬 起碼益上樹根也好 是吧 那 主席 我希望政府可不可以 定定一個時間表 如何去做好宣傳教育 令到自己定一些指標 是吧 到幾多年 達到有幾多 這些新的綠色殯葬的數字 至少你有個目標 現在你好像 嘻嘻嘻嘻 人家有你又有 但是 比其他城市 人家都做得好過我們 但是我希望 政府回應一下 處長 謝謝 我希望議員明白 其實我們今天是認真地 希望可以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因為綠色殯葬 我自己看 是一個可持續的殯葬方式 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 剛才我說的 是一個需求 不斷增加的時候 加上是 堪委是不會循環再用 在這一刻來講 沒有循環再用 我們是需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你說會不會定立一個目標 說到哪一年的時候 政府在推廣綠色殯葬方面 就會達到一個怎樣的效果呢 我覺得是有一個一定程度上的困難在那裡 因為這個 我剛才說到今天為止 我們希望都是採用一個 尊重個人的抉擇 自願的方式去推廣這件事 但是就是 我們會在未來 會繼續做好推廣宣傳功夫 順帶一提 就是我們今年 3月開始播放的電視宣傳片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在電視上看到 其實過去兩個月 我們不停地播 差不多已經播了一千次 有三個社會人士 是幫忙和我們宣傳這件事 希望在未來方面 在宣傳短片或者到講座 甚至剛才我特別強調的 就是我們都一直有安排到 一些相關的非政府組織 或者是老人院 安老院 其實可以親身來到我們紀念花園 或者是親身參與我們海上殺灰的儀式 讓他們明白整件事是怎樣 我覺得對於他們能夠可以接納 綠色殯葬這件事 是一個促進的作用 我們繼續做好我們的工作 主席 我覺得應該從學校做 你應該去學校做多些宣傳 讓那些年輕人知道這個做法 去影響老人家 多謝主席 主席 學校也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也要為一些中學舉辦講座 特別是生涯規劃那方面的情況 成績群越